嗯 有第一次來到鐵花村喔 有第一次來的嗎 嗨 很高興認識你們 這一次鐵花村 不是鐵當地書村喔 很多人都會 都會搞錯然後 打卡也會打到隔壁群 就是才像鐵花村 鐵花村音樂劇落萬世紀這樣 好 好 那第二首歌呢 其實我還在想 有沒有聽過誰的歌嗎 這樣我好像有點怪怪的 齁 好黃醫師你要聽什麼歌 黃小禎 黃小禎 好那就黃小禎 這首歌非常的可愛 有人知道黃小禎是誰嗎 她是一個 一位 創作型的女歌手 那我那時候認識她的時候 其實我在電視上看到她 不是說我們是朋友這樣 那時候應該是我 我 本來就是 學生時期的時候 然後我那時候我在看電視 然後就看到有一首 她的一首歌 然後她的AV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這首歌非常有趣 是因為 從頭到尾只有那一句話 然後好像每一句都是在 15秒之內結束 所以這首歌叫 15秒練習曲 非常很好聽 也很輕快 就是一種 輕鬆的感覺符合今天的這一種氣氛 她是毛小禎的15秒練習曲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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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讓我站在這裡 三個小時或十分鐘 你卻給我都在這裡 看著電視追著冷氣 你讓我相信 你讓我相信 你讓我站在這裡 三個小時或二十分鐘 你卻給我都在家裡 看著電視追著冷氣 你讓我相信 你讓我站在這裡 四個小時或二十分鐘 四個小時或二十分鐘 你卻給我都在家裡 看著電視追著冷氣 你讓我相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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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起來 四個小時或二十分鐘 你讓我相信 你全給我都在家裡 看著電視 追著冷靜 你讓我 消息 你讓我站在這裡 三個小時二十分鐘 你全給我都在家裡 看著電視 追著冷靜 你讓我 消息 你全給我都在家裡 你全給我都在家裡 看著電視 追著冷靜 你讓我 消息 你讓我 消息 你讓我 消息 謝謝 好 那我就帶來這兩首歌 然後再把麥克風還給主持人 我是老娃 謝謝大家